大家好,我英文名字叫约瑟夫 我是巴洛斯坦人 我们后面移民到约旦 所以也算巴洛斯坦人,也算约旦人 我是11年来到中国 来中国学医呢,领床医学 约瑟夫自小在约旦难民营中长大 家庭条件极度贫困 成为医生治病救人是他儿时就立下的志向 但来到中国之前,这个梦想曾经离他很遥远 为什么要来中国吗 其实我很多人去问我这个问题 但是我其实想问我为什么不来中国 我从小一直想水医 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我那个时候呢,我的家里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所以没有那么多钱去水医 中国那个时候呢,有一些学校 跟我们那边的学校有交流,国际交流上嘛 我看到了机会,看到了很难得的机会 在约旦读完高中后 约瑟夫便来到中国求学 十几年时间,他顺利读完大学 考取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2023年8月,约瑟夫入职北大国际医院 他终于实现梦想,正式成为一名心外科医生 有大的困难还是不少的 一来的时候呢,因为人生底部数嘛 对什么都很陌生,特别是语言 我觉得中文还是比较难 而且你不管是你通过什么语言,学医 它只是有点难度,加倍好多东西的才行 不管是学校的或者医院的老师们,他们都提供了非常非常好的环境 提供了也不少的帮助 中国大夫我觉得他们的知识水平很高 如果没有这些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可能做不到今天 我们是心脏外科,我们要是做手术嘛 因为我们北大国际医院的心脏外科,我们是做的比较复杂的手术 我们复杂的疾病比较多,然后重病人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手术不简单,一半是比较困难 而且一半是要很长时间的 平均你可以说五个小时左右嘛 有时候到第二天才下班 在约瑟夫看来,辛苦是最不值一提的事情 这些年来,他目睹了中国医疗水平的飞速发展 非常庆幸能够亲身参与其中 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带着医疗发展都是很好的 内科好,外科也好,卫床手术,机器人 每个科室有我们自己的新的技术,新的创新 这种变化就是很快速的发展 在其他的国家很少见 特别在我们那边的中东国家 他一看到我是外国人 他一见到我就开始惊讶了 但我一开始说中文,他们就放心了 他们也更会更信任我 我们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文化 有时候我对一些事情的思考方法跟国内的一些朋友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也是个好事 到现在我知道的病人家属,这我的评价还是挺好的 有一些人呢,有时候可能是帮助他们 做了他们的一个人的家庭的一个人的名 然后他们就一直不断地就会对你有感谢 然后其实让我也被他们感动了 而且有时候我就被他们感动到我自己的眼泪又会下来 最近因办理证件需要 约瑟夫征集了中国朋友的意见 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华一博 他想激励自己,成为一名医术精湛的医生 将来继续在中国行医救人,帮助更多人 画头的画,或者也算中华的画 医生的医,然后博士的博 我的这医学所有的技术都是在中国学的 那我就已经变成了半个中国人 我不能就学到了,拿到水位就回去了 我还必须要给中国汇报 当好大夫帮助大家做好病